国家档案局日前批复同意设置海南省西南中沙群岛档案馆 这将成为中国最南端的档案馆 其建成之后主要任务是收集整理和保存西南中沙群岛的档案资料和珍贵实物 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档案馆项目总建筑面积拟定3000平方米 筹建工作正在进行中 目前海南省档案馆存有西南中沙群岛文书档案近2万卷 图书资料1300多种 同时散存于全国各地的西南中沙档案资料逾5万卷册